万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气 哈喽大家好我是兄栋 今天我们在这给大家讲欧米加的一批新表 它们是海马系列Aquaterra 海马Aquaterra世界石 海马300 海马300米专业潜水表 海马系列海洋宇宙600米 海马ProProv1200米专业潜水表 海马系列海洋宇宙Ultra Deep 6000米专业潜水表 我喜欢的是 万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气 欧米加海马这7款新表里 如果从颜色线索来看 由浅入深 这款就是Aquaterra 150米 就这款 这款还分两个尺寸 一个是38的 一个是41的 38毫米款有很多细节 这个刻度它是翻船型刻度 另外一点不特别欧米加的地方是它的链带 大家看这个链带 我们在讨论钢链表的时候 说过一个某品牌的亚平林项目 但这不是 你看它是不是更像某品牌的领袖型链带 我手里拿的就是41的 除了Summer Blue表盘以外 它的链带 游艇绳索机里的一个橡胶表带 带着很舒服 颜色也就是Summer Blue 而这个是楔形刻度 你更喜欢哪个呢 估计生动它最喜欢的就应该是这款的 这两年那个腕表上那个蓝色是很火的 比如说有什么深海蓝 还有什么午夜蓝 欧米加这次用的主题叫Summer Blue 夏天的蓝色 今天我跟大家一道深度体验一下欧米加的海马世界 颜色逐渐变深 如果我们在太空俯瞰地球 从北极这个视角看地球什么样 这款表的表盘就可以告诉你了 没错 这就是欧米加海马 Aquaterra世界十万表刚刚发布的 它的最大的热点也是在表盘上 蓝渐渐加深了 中间这部分地球的轮廓是很有讲究的 它用的是激光烧石上色技术 地球的面貌 所有的形状和颜色 都是用激光烧石技术做出来的 为了配合Summer Blue主旋律 纹理从游艇的水平幼木纹 变成了垂直的纹理 据说这是呼应着地球的精度 它从另外一个维度诠释了钟表的复杂功能 我们通常说的复杂功能 一般在机芯的机构上 结构上 功能上有些设计 它把复杂引向了另外一个维度 它用一个很创新的技术来诠释世界十功能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激光烧石上色技术以外 世界十的功能被很好地保留在这里 另外你看它的细节 过过立体 紫钉啊 苏普鲁玛夜光涂成的 它的颜色呢 跟三马不露都是同样的 这款表呢是海马300 在海马历史上是很关键的一个款式 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1957年 它跟铁霸 钞霸 同时诞生的 这款表呢 从外观看 你也可以看出来 非常的复古 提个问题 这个表签是什么材质的 别被我刚才讲的复古误导了啊 这个表签是蓝宝石的 另外呢 它的表盘是三明治表盘 包括这个链带的造型 对称是表壳 这都是很复古的一个设计 表背还是浮雕式的海马 大概是1956年的时候 欧米加的设计是一张片啊 它在威尼斯旅行的时候 发现威尼斯的这个船 刚到罗上面呢 有一些海神波赛东的图案 他就觉得这个图案呢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 欧米加的海马 所以呢 海马图案就是这么来的 七个新款里边 它们的颜色呢 是随着防水能力的提高 而由浅到深的 颜色越来越深了 这块是欧米加海马300米 跟刚才我们讲过 那个特别复古的海马300 不太一样啊 300米 它是一个专业潜水表的标准 它的外部识别 就是这个排害法 这是一个很铁杆的 潜水爱好者喜欢的东西 陶瓷的表圈啊 甚至这个表盘也是陶瓷的 刻上那个波纹的 这是一款硬核的专业潜水表 欧米加海马的U9的历史 它经历一个怎样的历程 它跟海洋的关系 都在这个三马普路表盘里 有所体现了 这款是欧米加海马600米 同样是一款硬核的潜水表 你看这个排害法还在这呢 这个三马普路这个表盘有点讲究啊 它是陶瓷材质的 而且呢 它不光是陶瓷 它这个表盘的陶瓷还做过拉丝处理 这还没完 整个海马这批新款啊 它这个三马普路的颜色呢 它都是渐变色的 熟悉欧米加600米的这个朋友呢 应该知道 它以前那个尺寸是比这个大的 现在呢 它变成了39毫米 有些男生呢 不一定非要带大表 对吧 所以39呢 很适合他们 很多女生也喜欢带这种专业的硬核的轻水表 所以这个尺寸对他们来说呢 也特别的和谐 这款呢 听名的你就知道啊 叫Plo Prof 这是法语专业轻水表的意思 看它专业的什么地方啊 首先呢 表壳是一个整体式表壳 我们说了半天 整体式表壳啊 没想到这款也是整体式表壳 这款表 据说是在71年就诞生了 所以历史非常悠久啊 但是呢 它跟初代目的这个Plo Prof相比 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同样是一体式表壳 整体式设计 但是它的尺寸发生了变化 从原来55乘48 变成了55乘45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戴在手上的时候 它在对手腕的兼容性啊 会提高了 因为现在很多人喜欢大表啊 但是呢 也深深地感叹到大表 它在细小的手腕上有点违和 这个多少解决了一些这个问题 表背呢 也是激光石刻技术 这是单一色泽的激光石刻啊 不用担心 不会褪色的 所谓的一体式表壳 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地方它的表背表壳 实际上是一体的 确保了防水性啊 它还有一个外部识别特征 表冠护桥锁紧紧式的这个机构 表冠呢 通过它来锁紧和打开 确保了它的防水性 保护在极端的情况下 不被冲撞 说实话啊 想象一下什么极端情况下 才会需要保护表冠啊 到时候告诉你 另外一个外部识别呢 是这个钮 我们知道这个潜水表呢 都是单向旋转表圈对吧 但是这款表作为一个专业潜水表呢 它居然是双向旋转表圈 关键就在这个安全钮 我们按下安全钮的时候 它是可以双向旋转的 也就是说计算潜水时间 如果后悔的话 还可以回来啊 哎 松开这个安全钮 你就无法拧动这个表圈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专业的设计啊 这款表的防水能力达到了1200米 这么多表里边 我对这款表呢 有一个特殊的期待 刚才我说了 这个表冠护桥 这个整体式设计 整体式设计是我喜欢的造型 表冠护桥呢 有极强的功能性 另外它这个安全钮呢 对这个表圈的控制呢 也特别有一种 这个机械智慧啊 另外这个整体的感觉呢 我认为啊 它跟重机特别的大 刚才我们说了 表冠护桥在什么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在重机的时候 防震动啊 防冲撞的时候 这种设计 给我带来了一种安全感 从颜色上来说呢 这款表应该是颜色最深的 大家看过我们节目 一定知道啊 这就是著名的 传说中的 Ultra Deep 6000米 是欧文家最深浅的一款表了 带这款表能浅到6000米的人 应该说还没有出现 估计生动不会喜欢 我喜欢的是 Pro Profit 1200米 估计生动不会喜欢 这个表盘的机梨 它是真正的 马里亚纳海沟的地形 它是用一种声纳技术来测绘出来的 然后它做在表盘上 第一步呢 做出这个机梨 这个机梨 所有表的机梨都是一致的 然后再分别做PVD上色 最后呢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 它做了一个标记 它打了一个马里亚纳海沟三个地方最深的地方的一个型号 就像是传递情报一样啊 然后你必须用一种特殊灯才能照出来 上右这个右当然是一种树枝了 最后在一印上品牌标志 结果呢 你仔细看啊 表盘上它是有一定通透感的 好像我们家的logo这些数字都浮在深海之中 这个表圈呢也是桃子表圈 这些表不论是表圈的刻度还是指这都是superluminova的 而且它的颜色即使是在夜光的情况下也是summerblue 我们以前讲现样体容貌的时候说过啊 表壳厚度常常是造成现样体容貌的原因之一啊 但是我们也说过厚度不总是介绍 看这个啊 本身厚度拿捏在18毫米左右 但是呢 因为这个优秀的设计啊 包括这个导角啊 所以在这个专业情绪表里呢 它的颜值还是真说得过去的 除了颜色是最深的以外呢 它的表背上的海马也出现了变化 大家看这表背啊 这个表背呢 它是在这个Omega Steel基础上做的激光石刻的 这种上色它并不是涂料 这个表背的位置在风景的情况下 它是永远对位的 这也是欧米加的一个独门秘迹啊 欧米加海马有这么悠久的历史 有这么丰富的款式 其中还有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某款表啊 那么你喜欢那款呢 弹幕里打出来 最后谢谢大家的陪伴 再见 我喜欢的是 Ultra Deep 你把我再拿一遍